欢迎收听《义士邪君》第525回 君墨邪哈哈哈哈大笑啊 您说您活了一千多岁 您叫海乌鸭他们也是叫小家伙 这样我可不可以做出一个非常简单的推理 您的实力想必要远远的高出之前的那几位圣皇吧 那是自然 以他们的区区道行又怎么能和我相提并论呢 您认可我的第一项推论 好吧 那我再做第二个推论啊 他们可都是这圣皇强者 而我呢 只是一个区区的三级尊者 您既然比他们所有人都要厉害 更是眼看着我不觉陷害 怎么当时就没有抓住我揭穿我的阴谋呢 以此推论 您或者是别有用心的吧 什么推论 全都是错的 要不是九幽十岁上的混蛋一路都在注意我 我又怎么不会把你当场抓住的 你以为你那古怪的伎俩当真很了不得吗 嗯 九幽十四少 怎么 他也插手此事了吗 君墨鞋 听到这儿 心里边真的是有点震惊了呀 他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 竟然牵扯到了九幽十四少 这个女子呢 叫乔颖 她说的话 没有半点的虚假呀 以此机缘巧合 前辈突然发现乔颖的天生慧眼 竟然能够有这般功能 于是呢 他便模仿着一族人的顿术 试探了一下这个当时的小女孩 从那之后 就开始了 瞧应无比荣耀 也是悲苦至极的孤独之至的一生啊 可以想见 每五百年服侍一次七彩果和玲珑莲 拥抱青春 更能够因此凭空增加五百年旋律 他现在的境界 早已经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两次夺天之战 几乎都是超负荷的 使用了慧眼技能啊 令到他元气大伤 慧眼这种功能 可谓是一种害人又害己的能力 若不是为了夺天之战 恐怕他早已经自己将慧眼废掉了 这种能力说起来自是强悍无比 但大家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慧眼可是能看到任何邪碎的 那种感觉简直是想一想的让人发疯啊 为了慧眼也为了夺天之战 小颖呢还丧失了平常女子最基本的幸福 那就是立业成家 他不能啊 因为呢慧眼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保持绝对的纯阴之体 绝对的纯洁 一旦失去了处子之身呢 那么慧眼的能力也就随之消失了 夺天之战 若是没有慧影 却不知道会死多少人呢 这一次天圣公派遣人出世 暗中寻查并保护圣地的人 也不知怎么的 一向于是无人的乔影出乎意料的主动请应啊 在此之前 他已经一个人在天柱山上待了将近四百年的岁月 迫于无奈之下 而且知道了乔影的慧眼随着修行的精进 现在呢 已经进展到能够控制自如的高深境界 也只好准许了他的请求 并因为此事啊 又多派出了两位高手随同 乔影可是万万不能有事啊 他到了集花城之后 正是去莫邪捉弄白旗峰又偷走海无牙行囊的那个时候 他把这个所有的过程看了一个正着 小影洞悉各种关键 才正在要出言警告 偏偏这个时候听到了一个阴森的声音 千万不要出声 若是你不小心发出了任何一点声音 方公子就只好拉手催花了 这个声音一出 他就明白这是九幽十四少 乔影啊 半点也不怀疑身后之人的身份 因为呢 只有九幽十四少 才会使用九幽寒刃 这种玄玄所没有的特异的兵器 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 以乔影的本身实力而论 除去九幽十四少之外 还真的没有人能够制住他 就算是偷袭也不行啊 再加上 他对秦大厦的恶行 已经到了奉慨至极的程度 这才被九幽十四少 如此轻易的制住了 别动 好好地看着 这样男的的大戏千载难逢 若是被你搅得局 本少爷可要遗憾了呀 九幽十四少 如是说 这小子当真够阴险 也够邪 本公子简直是喜欢死这个小子了 以九幽十四少的强悍的实力 与君墨邪之间的莫大差距 他很自然地成为了当今知识 唯一的一个跟踪君墨邪 就又不会被大少爷发现的人 以上的种种作为 不禁让九幽十四少 对这个小子是越来越感兴趣 在有君墨邪突然拿出九幽寒刃的时候 九幽十四少终于确定了一件事 这家伙定然跟那个什么九幽第一爷有关系 小影啊 一直跟在他身后 君大少爷顺雷不及掩耳的光溜溜 小影可是看了个清清楚楚啊 我说 这位姑娘 你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情 在下可就要告辞了 告辞 你不能走 想走还不行 你不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 怎么可以说走就走啊 姑娘 你跟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 我可真是无辜的 我也没对你做什么 凭什么要负责呀 你就是得负责 你搞成了这种事 难道还不该负责吗 哎呀 我得知道啊 这人呢 他不能长得太帅 是不是 你长得帅了 他麻烦就多呀 姐姐 我真没想到 我已经保持着这样的低调 是你这等天仙画人一般的妙人 竟也为了我 要我负责任 而不惜等我出于亏我身欺 你为什么要爱上我 这当真是苍天捉弄 造化弄人呐 哎呀 我感激姑娘的挫爱 却实在不能承受你的爱情哦 你这混蛋 你在胡说什么 谁等你出意啊 姑娘 我真的没有骗了 我真的是有家事的人 而且还不止一房七世 就算你不介意 他们确实会介意的 经思纠结 利益还乱 简不断啊 姑娘 您就说爱上我哪一点了 我改 我一定改 这还不行吗 改你个头啊 乔英只觉得胸膛随时都有气炸的可能啊 摄影一闪 凌空而起 一瞬间就到了军末鞋的上空 两只玉手呢 向着军末鞋的脸上狠狠的拍了过来 若是自己还不将眼前这个可恶的嘴巴打肿 小的美人觉得呀 简直就是不可原谅的事情了 哎 姑娘 我知道我不肯承受你的真情是我的错 你对我亲眼有加 倾心于我是我的造化 可是 我真不能非你所愿 这 这可如何是好 我也知道大是亲骂是爱 哎 姑娘 您说您花容月貌 国色天香 哎呀 三条腿的蛤蟆难找 这两条腿的男人却多的是 你何苦为难于我呀 小影紧紧的抿着嘴唇紧追而上 干脆一句话也不说了 他 唯恐啊 自己一张嘴就会把脏话说出来了 进风呼啸 君墨鞋像是水中的鱼啊 东一滑西一滑 轻描淡写的闪避开去 居然没有感觉到半点的压力啊 不得感觉这位前辈颇为有些名不副实 不过呢 眼前 女子的尽力 每一招使出啊 应是尽风呼啸 如怒海澎湃 如山崩地裂 而且如此庞大的功力 这只作用在方圆树杖之内 旁边十杖之外的树叶 竟然连动也不动 单单是这份功力 就绝对在这些圣皇之下 而且啊 不在当日所见的九幽十四少之下 虽然造语精微程度 却要远逊的 但为什么拥有这样的旋理 准头技巧却如此之差呢 君墨鞋一边闪躲 一边心中大为惊讶 小影眼中呢 闪过了一丝得意 哼 就容你嚣张一时 等我的天罗帝王掌法 一旦形成最终禁锢 你就真的插翅难飞了 哎 我说姑娘 你到底累不累啊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么样很耗费功力的呀 小影老哼一声 动作却是瞬间加速 虽然说还是打不着人 君墨鞋一个大影神 躲过了一场 正要再开口调侃吧 却突兀的发现 四周的空气竟然在一瞬之间呢 形成了实质一般 那感觉啊 就像是天上地下 成为了一堵堵的墙壁 将自己呢 困在了中间 虽然说不似天地求龙的 直接禁锢 却是另一种 剑刺压缩活动空间的 另类禁锢 君大少爷 勉强又闪避了两下 终于呢 彻底的不能动弹了 小影终于助手 冷笑着 抬起了脸 秦莫鞋 活着天罗帝王 掌法怎么样啊 当真 一无是处吗 你不是伶牙利齿 再说两句来听听啊 确实不错 想不到这看似 垃圾到了极点的涨法 居然是一整套 一人的涨法 果然了得呀 不过嘛 费了这么大的劲 只是为了施展一个 类似于天地求龙的气场 你不觉得太费事了吗 你说的不错 这的确是类似于天地求龙 还有一些殊途同归的意思 但是 这个求龙 却是完全用旋力组成 没有动用半点天地之力 这种掌法 本来就是为了对付 你们这种能够隐身的怪物 才特意的创制出来的 秦莫鞋 你现在享受到的待遇 跟异族人的至尊天人一样 你也应该颇为丝毫了 哎 别把本少爷和那帮垃圾 相提并论啊 本少爷丝毫什么 你这女人可真是可恶啊 居然胆敢触犯本少爷 心中最大的忌讳 哼 触犯了又怎么样 你不是挺能躲吗 我说你在躲呀 君墨鞋看着他的手掌 眼中是没有丝毫的表情啊 在林打到他脸颊的时候 乔颖却是意外的犹豫了一下 只要你肯答应 跟我回去澄清四方势力的误会这件事情 我就可以答应不打你 而且此事了之后 就会放了你 办不到 本少爷宁死不去 可是我真的不想伤害你 我手下从来不曾沾染过人类的鲜血 你们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再说了 刚才你也说过 他们都是夺天之战的英雄 而你显然呢 也是极为讨厌一族人的 那么大家 为什么不能经常合作呢 我们携手还天下一个清明治世不好吗 就算他日再没有人会记得我们 但是 我们也终于是为了这片大路 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力 君墨姐 你考虑一下吧 我以慧眼罗沙的名号发誓 只要你能迷途知返 我定然保你性命安全 让你全身而退 三大圣地 也绝对不会有任何人 胆敢动你一根头发 只要你肯应允 连刚才你得罪了我那件事 也可以一笔勾销 怎么样 你真的很伟大 但也太天真了 君墨姐 有些感慨 眼前的这个女人 的的确确是一门心思的 为了夺天之战 全心全意的 为了天下苍生考虑 完全没有功名利禄啊 哎呀 如是人人都和你一样 那么 这个世上 根本就不会有夺天之战了 英雄的名号 并不是可以享受特权的理由 庇护天下苍生 也不是可以随地 杀人的借口 夺天之战 更加的不是一个名利场 可惜啊 三大圣地的人 虽然也将夺天之战 当作最大的责任所在 但是更多的 却是为了他们 不可告人的私欲 残杀无辜 残暴无良 我君墨姐 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也愿意为夺天之战建立 但无论如何 也是不屑与他们为伍的 事已至此 再无缓和之余地 我不能因欣赏你 而做事四大势力分裂 恕我得罪了 接着 这个女人画掌围抓 当兄向着君墨鞋抓来 君墨鞋呢 微微一笑 你和他真的很像 你说的话 看得出来 完全是出自真心 所以呢 本少爷也不会让你太过难看 告辞了 声音一闪 就在那完全由精纯旋律构成的绵密的天罗地网中消失了 乔影大吃一惊啊 急忙再度展开会眼 四处查看 可是什么也看不到 这到底是什么功夫啊 而且还有一个异常 自己每一次在世俗界 施展会眼的时候 总会看到无数的鬼魂在游荡 但是这一次呢 竟然什么都没有看到 只看到四周有无数正在飘散着的雾气 这是怎么回事啊 乔影正在思索 会眼中却察觉远处有许多人影呢 正在向这边赶来 有的没了头 有的没得下身 还有四肢不全的 乔影惊叫一声 急忙解除了慧眼 身影闪动啊 惊慌至极的 向着菊花城的方向飞去了 圣地众人啊 纷纷叫嚣 一定要让换府的这些个杂碎啊 付出耐价 宁可玉石俱焚 也不能啊平白的咽下这口恶气 相比较起这个突如其来的矛盾 展木白那边所爆出来的九游十四哨的消息 反而在这个时候呢 并不是很吸引人注意 所有人的焦点 尽都放在了 换府和圣地的争执之上的 其中呢 有不少激进派的圣者们 义愤填膺 立即呢 叫钱去找 缥缈换府那七个人的麻烦 就算是换府又怎么样 圣皇要如何 能这么欺负人吗 一起哄之下 还乌鸦和何之秋在之前一战之中 虽然说呀 未落下风 但是呢 心头仍然是颇为的郁闷 毕竟随生半生的这兵器就此离己而去 而展木白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呀 三大圣皇拉起队伍就要出发 反正此事一定通知了圣地高层了 以后到底要怎么样就由高层决定 缓府现在已经欺负到头上了 连我们的兵器都使得下作手段弄去了 于是乎就要整军出发 但是就在这千军一化之际啊 突然出现了两位神秘人物 强力的制止了这一次的行动 否则的话呀 只怕今晚的菊花城就真正的菊花满地 惨的 而在那两位神秘人物 去找焕府的人要说法的时候 却发现焕府的曹国锋等人 已经先一步无声无息的消失掉了 他们在第一时间撤离了菊花城 甚至于来不及收到九十四少 现在就在菊花城的消息就走了 他们甚至于放弃了自喜死刑的主要的职责呀 菊花城之内 暂时成了三大圣地的一统天下 据此呢 这个持续了一万年之久的两大势力联盟 从表面上来说彻底的崩碎了 而另一件让三大圣地的人受不了的 就是陈家的态度 现在 陈家为他们越来越冷淡了 预知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义士邪经》第五百二十六回 《义士邪经》第五十六回